大家好,我是莉莉 今天跟大家分享凤梨酥 凤梨酥是著名的台湾特产 而我们今天做的是100%的新鲜的凤梨肉做成的土凤梨酥 味道酸甜适中,醇厚浓郁 口感各式添加了一份颗粒感 真的是外皮酥松,奶香浓郁,入口即化 做好了以后放在冰箱中,储存一到两天 凤梨馅和酥皮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口感是相当的美味 做法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掌握其中的一些小技巧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红糖 红糖像点凤梨酥也是相当的美味 非常值得一试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概1000克左右的凤梨 削去外皮以后我们把它分成4份 去掉坚硬的内心 然后把凤梨切成薄厚均匀的小块 切凤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不用切得太小 这样有助于保持它的颗粒感 切好以后我们把凤梨果肉倒入绿袋中 用两只手像这样尽量的把菠萝汁挤出来 菠萝汁切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干净的平底锅 我们把菠萝果肉倒入锅中 放入20克冰糖 麦芽糖40克 开小火慢慢的用硅胶铲翻炒 翻炒5分钟以后加入事先软化好的黄油 加入黄油能够让凤梨馅更加柔和 不是太酸 同时又增加了奶香味 这是我用红糖替代冰糖做的凤梨馅 两种不同口味的凤梨馅做好以后 可以分别放在干净的碗中 用硅胶铲整理好凤梨馅的形状以后 我们需要在凤梨馅表面覆盖一层保鲜膜 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 下面我们就可以准备酥皮的部分 这是事先软化好的100克黄油 我们加入食盐1克糖粉30克 用打发器先将按压两下防止糖粉的分件 开低档慢慢的进行打发 打发大概30秒钟 所有的材料完全融合在一起 放入两个蛋黄 继续开低速打发 这两颗蛋黄我们分两次加入 这样就是为了进一步的让所有材料 能够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打发器开中档 大概打发15秒钟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加入提前准备好的 全脂奶粉20克 杏仁粉20克 低筋面粉130克 这个低筋面粉一定要过筛 确保没有任何颗粒 这个步骤是不可以省略的哦 我们用硅胶铲 像这样稍微的搅拌几下 就可以下手来揉面了 怕粘手的小伙伴可以戴上一丝性手套防止粘手 这个面团是很软的 很容易搓成一个面团 整理好形状以后我们需要盖上盖子 醒发半个小时 下面我们就可以从冰箱中拿出凤梨馅 这个馅在低温的环境中会变得很硬 我们拿出来一块看一下 看一看里面的纤维 是不是很丰富 这种纤维和颗粒感是凤梨酥内馅的灵魂 下面我们需要一个厨房秤 每一个凤梨酥的内馅是6克 酥皮14克 先等量的分好所有的内馅 然后再准备酥皮 酥皮和内馅的重量是根据模具的大小而确定的 把14克的酥皮搓圆 按成保护均匀的圆片 放入准备好的凤梨酥内馅 像包涛用云的手法一样 这样慢慢的搓圆收口 底部封好以后 我们再进一步整理一下形状 因为模具是长方形的 所以我把它搓成了椭圆形 放入模具以后 用手轻轻的按压 大家一定要注意手法要轻 避免在定型的时候搓破酥皮 烤箱提前预热 上下火180度烤25分钟 香喷喷的凤梨酥就做好了 完全放凉以后 就可以轻轻的给它脱模 如果家中有准备好的这种小包装袋 我们可以单独的进行包装 这样包装好的凤梨酥 干净卫生保存的时间也更加的长 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送给亲朋好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家里的小朋友如果上学了 可以带两个带到学校当做小点心 配上一杯小小的酸奶 真的是美味健康又简单方便 这个凤梨酥馅中没有放入传统配方中的冬瓜 所以凤梨的香味是特别的香浓 醇厚 这种用适量最新鲜的水果做出的小点心 纯天然没有任何添加剂 真的是爱美食的小伙伴们非常好的选择 酸酸甜甜一点不油腻 配上一杯红茶 这是相当的美味 现在市面上有各种不同种类的糖 大家都可以用来代替冰糖 做出各种不同类馅的尝试 像这种红糖馅的凤梨酥 不仅更加营养 而且口感上也是别具的风味 再配上一杯我们刚刚结好的菠萝汁 真的是天生的一对相当的般配 希望莉莉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的生活带来不厌的美味 喜欢就关注莉莉 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啦